字幕提供 我們繼續行車 歡迎來到福島旅行團 Part 2 亦是行程的第二天 今天我們去到福島縣的另一個城市 號稱日本拉麵的故鄉喜多芳市 第一站就是藏之街 藏之街這裡有很多不同的手工藝店 例如這間木資本漆器店 就是一間有135年歷史的老店 售賣會津著名的漆器 和其他原創的手工藝品 除此之外 這裡還有一個時繪體驗的課程 讓我親身試一下 這種日本的傳統工藝 我們現在就試一下這個時繪的體驗 這個就是我們即將會做出來的 完成品的樣子 我卡洛先生是這間店的導師 他將會教我如何去做這個時繪 現在就要選一個時繪的圖案 我選一個簡單一點 因為藝術的醜藝不是太高 梅 梅 幾百年來 日本人已經開始用金粉和銀粉 裝飾漆器 令他們看起來很奢華高貴 今天有得親身做一個簡單版的時繪 還有屬於自己 獨一無二的相架帶回香港 不錯 還原度也是 除了中文字 寫得不夠美 還原度也是很好 現在來下一步 其實剛才那些的作用 只不過像白膠漿一樣 OK 接下來就會把閃粉和不同顏色的粉 灑上去 這顆就是我胸梅化了 但希望它一抹走粉之後 會很漂亮 我們來看看 這個就是我的時繪的完成品 它就是磁梅 蠻好玩的 而且也不算太難的 當然有先生在這裡不停幫忙 是令整件事順暢了很多 謝謝 謝謝 上來二樓這裡 就有一個很漂亮的陳術館 給大家看看 這裡有很多很多貓 如果一些是愛貓人士 來到這裡一定會瘋 在二樓的這一間銅脂粉人形館 擺放了很多很可愛的貓公仔 在製作漆器的過程之中 會有很多的木削性低 這裡的店主就將這些木削循環再用 變成一隻又一隻很可愛的貓公仔 我想這個店主本身 都一定是一個好貓之人 不只是好貓 應該是貓爐 平時這裡就是不可以拍照 不可以拍照 但這次很好 他就看到我們在拍攝 就跟我們說 過來拍一下 你看看這裡 好可愛 整個陳術館都是貓 還有全部都是很日本的一些場景 例如校園 在課室後偷吃便當 打棒球等等 全部都很有特色 很有趣 還有劇透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遲些會去的 匯津學城 是匯津若松市最著名的地標 話說為什麼藏之街會叫藏之街呢 就是因為這條街全部都是藏屋 在日文 藏是有倉庫的意思 許多方有來自泛峰山的優良水源 所以自古以來 已經盛產米、酒、醬油和味噌等等 為了儲存這些那麼重要的物資 就建了大量的藏屋 藏屋用料比起一般的屋更厚 出了名特別堅固 防火防潮 所以就算經歷過各種的天災人禍 這些倉庫都得以保留到今時今日 這裏就是拉麵神社 大家看到這個鳥居 和一般的鳥居有什麼分別 就是大家看不看到 是一雙筷子 連拉麵都有個神社 證明這裏的拉麵有多有代表性 肚餓了 去吃一碗喜多方拉麵 來到福島縣喜多方市 就一定要試一下這裏的拉麵 因為很多人都會叫這個地方做拉麵的故鄉 Itadakimasu 我不客氣了 首先在我們面前 有醬油的拉麵 和鹽拉麵 喜多方拉麵和其他地方的拉麵有什麼不同 主要就是這個麵底 它的麵會比較粗 而且你看到它的麵不是直不甩的 它好像有些軟軟軟軟的 很有趣的 這個拉麵很彈牙 和鹽這個湯底是比較清一點 有些人吃拉麵就喜歡清一點 不想太濃 我現在試一下這個醬油的拉麵 醬油的湯底是非常香 以拉麵來說都是偏清的 如果你吃開一蘭那些 那些湯底是很濃的 但這兩碗都是偏清淡少少的 說個秘密你們聽 只是喜多方市這裏 都已經有整120間拉麵店 是全日本擁有拉麵店最多的城市 而且因為喜多方拉麵是比較清淡不油膩 所以當地人是連早上都會吃拉麵作為早餐 你說誇不誇張呢 喜多方這裏除了拉麵之外 釀酒都非常出名 如果你來到藏之街這裏 是會見到有很多酒床 即是造酒的地方 其實不單是喜多方的 整個福島造酒都非常出名 贏過很多的獎 很多的金賞 所以我現在來到匯津清酒 喜多之華釀酒場這裏 就去試一下他們的清酒是怎樣 剛剛這裏的員工就跟我們說 現在有人在做酒 即是現在是造酒的鬼子 他就邀請我們去看看他們造酒的過程 很驚訝 我都不知道我以為你在這裏試酒 考考大家 做清酒最重要的兩個原材料是甚麼 就是米和水 水我們剛才說過 喜多方受惠於山上清淡的水源 再加上福島縣本身就已經是數一數二的米香 兩個最重要的原材料都有 難怪福島造出來的酒 經常拿全國大獎 我們現在就有一個試飲的環節 你過來這邊拍一拍 現在拍三支不同的 這支我看到它拿起來 就叫做狀態鼓 好香喔 好香喔 而且不接近 對 我覺得身口是不太接近的 所以身口的特色其實是不太接近的 我覺得清淡一點 對 很清淡 現在就試第二款清酒 好這杯是比起剛才那杯是近一點的 但除了近一點之外 是有一陣甜甜的果香還是花香的 這個是第三支 就叫做星自慢 就是三支裡面最高酒精的一支 這支濃很多 我會喜歡第三支這一支 因為它的酒味很濃 作為清酒來說 那個米香很濃 我剛才就問老闆 人們經常說買清酒 就要買大淫養 到底什麼叫大淫養呢 原來就是原米有多精 大家看到一般的原米很大粒 外面有很多雜質 然後慢慢它們會把它削 比如這個是65% 然後越偏向這邊就越削越細粒 越貼近中心那些 就是越純正的米粒 我想說這裏的酒 不知為何我買得很便宜 比如剛才的這支清自慢 都是一百元也不用 一個主因就是 因為這裏是自己做酒自己買的 在外面也買不到 所以這裏買清酒是特別便宜的 所以我也決定買一支 剛好回去喝 買哪支好呢 但是聖自慢 本身打算收拾 但是看到價錢太 忍不住自己買一支 我們現在離開喜多芳市 前往福島縣的另一個地方 大內宿 去看牠們的茅草屋群 對於茅草屋群 我想香港人是比較熟悉八川鄉的合掌村 而我們即將要去的這個地方 大內宿 聽聞是可以比美合掌村 我們現在來到大內宿這裏了 大家見到 面頭上飛花 大家見到在我們後面 就已經有一間茅草屋 這是一個很古色古香的地方 慢慢走 慢慢再跟大家說一下 很冷 現在是負五島 在江湖時代 大內宿是往來匯津若松市 和日光金市的必經之道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 三四八年前的武士 拿著一把配刀 來到驛站留宿的景象 這裏就是大內宿 這裏全部都是茅屋 也是非常著名的一個茅草屋群 當然現在非常之大雪 所以大家都見不到屋頂 現在還有人住在這裏 然後他們定期 就要清理屋頂上面的雪 如果不是 雪就會太重 屋頂就會塌 對 我們繼續 先看看 我們的導遊在前面 跑一下風沒那麼冷 我們現在走到山上的位置 就見到整個大內宿的全景 整個村都是一堆茅草屋 現在冬天是靈寫漂亮 整個感覺是很夢幻的 今時今日的大內宿 依然保留得非常之完整 充滿歷史感 加上周圍的自然風光 真是好像走進一條時光隧道 今晚住的這間旅館 就叫做大村莊 一入門口 就見到超有氣派的大堂 還有日本傳統樂器 三味線的演奏 大村莊是一間溫泉旅館 住得溫泉旅館 就當然要試一拍二食 一拍二食 即是除了住宿之外 這裡還提供晚餐和早餐 這議食做得好不好 就是衡量溫泉旅館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標準 今晚我們住的這間酒店 非常之特別 除了一間溫泉酒店之外 亦都是惠津市內 即是數一數二的酒店 我們現在正在吃的 一個dinner buffet 有很多東西的選擇 例如燒雞翼、刺身、煎牛扒、天婦羅 基本上你說得出的 這裡都找到 魚山、天婦羅、炭燒雞翼 就連雞泡魚都有 真的不怕吃不飽 吃完飯之後 還有一個魚慶活動 就是試試打年糕 是日本過年時候的一項傳統活動 寓意健康長壽 讓我也去試試 先試試看 手很累的 但很好玩 但我看到 不停下水的人 比較猶豫 就是 我們每坐一下中間 他就加點水 拌勻的粉 然後 我們的節奏要很準 要不然 我們就會打中他一隻手 這塊 就是我們剛才做的年糕 很煙煙韌韌 但最好玩 是讓你作為遊客 體驗年糕的過程 整程要跟著 太古之達人的節奏 去做這個年糕 所以每一下都是 有血有汗 下一集 也是最後一集 等我帶大家去看看 號稱日本最美鐵道的 紫健村第一鐵橋 DIY獨一無二的福島吉祥物赤牛 還會帶大家去到惠津若重城 來個歷史tour 記得去看第三集的福島旅行團 一毛熊 先來個禮物赤牛 再來把禮物赤牛